下面 就稍微囉嗦一點了 因為他給了我兩個 這兩個在串聯 然後問我電池提供多少 問你我1歐母消耗多少 來 電池就是全部嘛 總嘛 總 如果我想過了說你眼睛只看電池 那你就直接有P等於IV可以用 你就要知道 電壓要知道電影 你可以看外面 2歐母跟1歐母 你可以算所謂的 總電阻 總電壓 總電流去求總消耗 總消耗等於總提供 或者你仿照當美麗小提1歐母的 你算出1歐母再算出2歐母 然後把它加起來隨便 那你覺得 你怎樣做比較快 你覺得怎樣做比較快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有V壓 有R 全部都有 每個電阻都有 就有所謂的總電阻 有總電壓 有總電阻 就有所謂的總功率嘛 對不對 總消耗總提供 那電壓1.5伏特嘛 那電池怎麼算 串聯要什麼來 加起來 所以上歐母 所以總電阻叫做上歐母 總電壓叫做1.5伏特 你就會算出所謂的總消耗 你算了其實算的是電阻的消耗 那就等於電池的提供 然後你會答 答案你一點清誤啊 所以答案你一點清誤啊 OK 就是這樣子 好 下一個 換1歐母 換1歐母的時候 理論上 公式通通可以用 但是你要去算1歐母的電流 你要去算1歐母的電壓 才有起點IV OK 要注意喔 上面的1.5伏特 是總提供喔 所以1歐母有沒有得到1.5伏特 沒有喔 這個同學經常犯的錯 就直接拿來用 不是錯的喔 是錯的 好 那你想要想辦法求出 不用你電壓啊 要怎麼求咧 或者你去算算電流也可以啊 電流嘛 開平方啊 那跟電流是串連電路啊 所以呢 總電流跟分電流都會一樣啊 那這樣子有比較好算嗎 這樣子會有比較好算嗎 還是算電壓比較好算呢 其實一樣好算 因為比一比也可以知道答案什麼 這個都很容易啦 OK 好 你要知道I或B嘛 那你要求I求B 隨便都可以 你要求I也可以求B耶 可以 都可以 那因為我又求I 我求I的原因是因為我是串連嘛 串連的時候電流會一樣嘛 我算一個點又算全部嘛 那這邊呢 這個電流就是分電流跟總電流一樣 所以我只要有總電壓 總電阻就可以求總電流 不等於分電流嘛 那有V有R 所以我就有總電壓 我就有總電阻啊 所以呢 我的總電壓1.5不特 總電阻是2加1嘛 所以總電流是0.5安培 就是分電流都是0.5安培 所以電流就有了嘛 那有了電流有了電阻怎麼求咧 就是什麼 I平方R嘛 I平方R 所以往裡面帶就是0.25瓦 0.25瓦 OK 你可以試看看你是求電壓型嗎 你求電壓型嗎 你會算電壓嗎 你可以算Q5電壓嗎 怎麼算 有那種認真帶公式算的 有那種數學上電流一樣 電阻跟電壓層 正比的比比算出來的 都可以 試看看嘛 用電壓去做 OK 好反正就是答案就是0.25瓦 這就是 比較稍微複雜一點點嘛 然後你去算一下 公式都長一樣 請就是算什麼帶什麼嘛 算1歐母就要帶1歐母的嘛 算總就要帶總的嘛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